我那哥哥仁熙涛,你们都知道吧,我真是一说起这个事就闹心,前阵子我哥哥在街上偶然救了那吕相一事,阿恒你还记得吧,当时我哥把那左相送到了百草堂,就是吐血那回,凤宇恒点了点头,记得,左相胃里有膝肉,我下了胃镜,给他取出来做了病理,倒还不是恶性的,算他命大,你说的这些太专业,我是听不懂,我要说的是,那次从百草堂出来之后,我哥幸好啊,把吕松给送回了左相府,结果在左相府就看到了那吕家的大女儿吕平, 从此以后,对那吕平时念念不忘,三五不时的就在我面前提起,有意无意的向我打听,气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你们说,就吕家那品性的人家,我怎么能让我哥去娶他们家的女儿,一听他说这话,玄天哥就来气了,一拍桌子道,当然不能娶,难忘你忘了当初姚家的事,吕家的女儿嫁进姚家,给姚家丢了多大的脸,阿恒的大表哥,那么好的人,生生就毁在那吕姚的手里,简直是祸害,哎,他说着说着,突然想起个事来, 不对啊,那吕平上回跳到水里就姚家大夫人,不是伤了脸吗,我们可都是看着的啊,都伤成那样了,你哥还能看得上,我也那么二呢,任西风一说起这个事,就百思不简,他告诉几人,我问过我哥,可他说,那吕平的脸并没有受伤,是完好无损的,你们说其不奇怪,奇怪,的确是奇怪,吕平的脸又好了,这一点,凤宇恒也并不知情,他只是在过年那会儿 给吕燕看病时,发现吕平的脸已经有所恢复,可要说完全如初,那根本是不可能的,难不成这世间真的有美颜去扒得良方不成,这边几人正合计着吕家的事,这时就听窗外下方鼓声震震,五十三刻到了,徐静元作为奸展官,坐在上手,手中斩铃已经握住,眼瞅着就要往处扔, 甚至一个斩子都已经咬在牙缝里,马上就要蹦出来,偏偏此时,就听到,远处传来一个,让凤宇恒觉得十分耳熟的声音,高声叫着,刀下流人,刀下流人,这一声刀下流人,凤宇恒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半个身子都探到窗外去,吓得玄天哥以为他要跳楼,赶紧从后头把人给拽了一把,就听凤宇恒说了句,是张远,居然是张远,他听出了那个熟悉的声音,正是时刻都陪在天武帝身边的小太监张远, 可是这太监不在宫里,好好陪着老皇帝,这种时候,跑行场上来叫刀下流人,是几个意思,上演最后一秒营救吗? 监长官许静元也想不明白,这是几个意思,作为老七老九的战队成员,他真是巴不得把这八皇子赶紧给咔嚓掉,却没想到最后关头了,任务马上就要达成了,却突然冒了个搅局的出来,偏偏还是张远,许静元只觉一个头两的大,张远作为天武帝的近世太监,但凡他参与的事, 但是那就表达着皇上亲自参与,直觉告诉他,这个八皇子怕是斩不成了,思绪间,张远的马已经到了近前,他顾不得从马上下来,看了一眼还活着的八皇子,眉心却皱了起来,那样子一点都不像是庆幸,这人没死,反倒有点难道我来早了的意味,不但皱了眉,他还抬头看了看太阳,又瞄了一眼边上的日轨,好吧,来得刚刚好,他怎么就没有再慢一步呢? 如果慢了一步,八皇子已经被斩,那该多好,张远无奈地叹了口气,将手中圣旨一扬,冲着许静元道,皇上有旨,八皇子一按重审,现在请许大人立即将人送回宫中,皇上要亲自召见,许静元从监展台上快步下来,到了张远近前不解地问,远公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怎么还要重审? 不是已经审得很清楚了,张远无奈地摇了摇头,咱家也跟许大人是一个心思,可这又的确是皇上旨意,他看了看许静元,从马上下来,走进了些小声道,这些日子,因为八皇子的事,皇上是茶饭不尽,人都瘦了一大圈,前个晚上那流才女来了,皇上也不怎么地就见了,两人说了会子话,原本也没什么,可也不知为何,适才皇上就突然改了主意,硬是把奴才赶了出来下这道圣旨,许大人,一切等进宫见了皇上再说吧, 现在你问咱家,咱家也说不清楚,许静元接过那道圣旨,盯着上头的玉印,内心十分复杂,偏偏这时,那八皇子玄天墨,听到了二人的对话,知道了张远这道圣旨,是救他的圣旨,他不由地大笑起来,看到了吧,我早就说过,我输了,你们也不会赢,只要我不死,这一切就会有一万种可能,许静元,回去告诉你的主子,下一个被押赴刑场的人,没准就是他,哈哈哈哈,他笑得十分猖狂, 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也有峰回路转的嚣张,茶楼二层,凤宇恒的双拳死死握着,一口银牙,几乎要被他咬碎了,这样也弄不死他吗,这到底是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回答他,这是为什么,因为谁都不明白,谁都想不通,玄天哥也在窗口站了老半天,这时候却只能应一句,阿恒,你的预感还真准啊,风天玉的心思细腻些,此时扯了扯凤宇恒的衣角,轻声道,阿恒你看,那张远是不是在找人, 是找谁呢,几人往下看去,果然看到张远正四下张望着,像是在寻找,而许静元那头,已经遵了圣旨之意,将八皇子重新押回囚车,向着皇宫的方向缓缓行去,所有来关心的百姓情绪都十分激动,他们多半是来自城北的平民,一个个的憋着骨子劲,想要看到八皇子死去,以告为那些死去的亡魂,这是眼瞅着就要成了,却没想到,半路杀了一道圣旨出来,人们很想跟张远问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可张远这种身份的人,虽然身残低贱,可却是跟皇宫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想开口相问的人,心里便也多了几分掂量,没有人带头便也没有人敢问,有人自发地跟着囚车走,想要知晓这事情的最终结果,渐渐地,刑场这头的人就少了,很快便只剩下张远和打扫的官差,张远还在张望,终于在抬起头时,与凤与恒这头的目光对了个正正,就见他一跺脚,冲着凤与恒就招手,示意他们下来,凤与恒, 带着几个姐妹从茶楼出来,张远迅速迎上,看了看周围没有围观偷听的百姓,这才凑近了一步,压低声音同他说,王妃,宫里怕是出事了,出事,凤与恒心下一惊,有点没明白张远这话的意思,宫里能出什么事,八皇子一直被关押着,难不成他还能有什么余党去闯攻威胁天武帝,那不可能,玄天明和玄天华早就做了万全的准备, 各方宫门绝不可能放可疑之人进去,宫内也绝无可能有八皇子余党存在,当然,除了他的生母刘才女,可区区一个才女,他能做什么,张远面色十分忧虑,他对凤与恒说,刚刚人多,奴才并不敢跟许大人深说什么,可事实上,皇上从昨天夜里就病倒了,还是突然就病了的,昭和殿宣了太医,没查出异样之证,只说皇上是急火攻心,需要静养 他们分析说,是因为八皇子的事让皇上上了火,可这也没办法,心病没法治,只能开些缓解的要先用着 但奴才却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说到这儿,凤与恒一摆手,将他的话语给止了住,然后转头对玄天哥说,我现在马上进宫,你去吗?去,玄天哥道,既然是黄伯伯病了,那我肯定要进宫去看看的 他表了态,身边风天玉和任兮风也马上表示,要先回到家里,跟家中父亲说一声,这件事可大可小,作为将军和右相,他们的父亲不能不知道 凤与恒点点头说,那行,我坐你的公车吧,远公公,你也一起,在路上把事情给我们再细说说 这头安排好,他又回身对望川道,你速回王府,给我把药箱取来,说着又把自己身上的腰牌摘了下来递给望川 如果没追上,我们就拿着我的腰牌,自己进宫,往昭和殿那头寻我 玄天明应该早就得到馅往宫中赶了,咱们也别耽搁,马上就走 几人说行动就行动,历史就分了开来,凤与恒带着张远和黄泉上了玄天哥的公车,一路往皇宫方向急奔 张远也在车上对他们说出了自己的分析,要说皇上因为八皇子的事情上了火,那是肯定的 但一奴才这么些年对皇上的了解,他就是上火,也不至于上到这个份上 再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伤心得病倒了,也不至于在这个结果眼上,非得下这样一道圣旨来 黄伯伯到底为何下旨,玄天哥拧着没问 刚刚你说皇上见了刘才女,可是刘才女求了什么 张远摇头,皇上是见过刘才女,原本是不想见的 但后来又觉得刘才女马上就要没了儿子,心里同情 这才见了一面,当时奴才也在场 刘才女是求了皇上再给八皇子一次机会 被皇上拒绝之后,他也只是哭了一场,没别的出奇举动了 可就在今儿投舞,他也不怎么的,突然就像魔证了似的 一下子从龙榻上坐了起来,一把抓住奴才就说 小园子,快去拟址,让刑部放人 朕不能杀了自己的儿子,朕不能让老八就这么死了 他是朕的儿子啊,他学着天舞帝的样子,生情并梦 当时奴才都听糊涂了,哪有说都这时候了,还要放人的 皇上跟八皇子的感情也没有这么深厚啊 可皇上的表现,还是像奴才说的那样,就像魔证了一般 掐着奴才的脖子就要求拟止 奴才没办法,皇命不得不从 这才有了今日刀上留人之事 这么说,这个决定是父皇突然之间吓的 凤语恒听出新门道 而且你说,在下这旨意之前 他像是磨磨正正的 也就是说,意识并不是十分清醒 至少跟平日里的状态是不同的 张元点头,就是这个意思 说句大不敬的话 奴才在听到皇上说这话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皇上是不是疯了 还是做梦被梦给演住了 这不是他的一贯作风啊 的确,天舞向来做事 利落洒脱 纵是对儿子之间相互争为陷害这种事情上 处理得有些优柔寡断 可也不至于做出今日这种事来 物非所长即为妖 父皇怕不只是病了这么简单 这里头肯定还有些别的猫腻 张远急得头上都冒了汗 王妃,猫不猫腻的 奴才一个小太监也弄不明白 奴才就是想知道 皇上的身体不会有什么事吧 他从小就跟着天舞帝 虽然那时候还有豫王府那位老太监 可他二人是师徒 老太监那时候也是带着他的 张远什么都不怕 这辈子最害怕的就是天舞帝出个什么闪失 这老皇帝要是不在了 他该怎么活 一想到这儿 紧急的哭了起来 玄天哥气的抬腿踹他 你哭什么 有事就解决事情 哭顶个什么用 说完又看向凤与恒 啊 这事你怎么看 凤与恒摇摇头 不知道 现在还不知道 一切都得等进了宫 见到父皇之后才能下结论 只是这事情 怕是不简单 八皇子大难不死 一旦重新得了事 怕是对我们不利 我是真担心 黄伯伯的病 玄天哥也急得直搓手 不停地念叨着 老天保佑 一定要让黄伯伯好好的 可千万不能出差子啊 风雨横威闭了双目 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匆匆而来 宫门很快就到了 张远问了守门的侍卫 说是许静元 已经压着八皇子 先行进去 且就在张远 离开皇宫之后 皇上又下了旨 负了刘彩女的淑妃之位 她现在又是袁淑妃了 众人大惊 包括凤与恒在内 所有人都惊得张大了嘴巴 要说皇上放了八皇子 这事儿还有些情理可说 毕竟是儿子 可以理解为皇上 到最后还是下不了手 可负了袁淑妃之位是为何 这事情不对劲 这是凤与恒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第一反应 然后再不多等 台部就进了宫门 昭和殿的院子里 已经聚集了好多人 有一众皇子 也有以皇后为首的宫中妃平 甚至就连那封昭帘 也站在皇后那一头 跟着来看热闹 凤与恒几人到的算是晚的 她刚一到 皇后立即就主动迎了上来 一脸忧色地拉着她小声说 刚刚赴了位的袁淑妃 在里头侍候着 皇上发了话 谁也不让进 凤与恒一皱眉 也顾不上跟皇后客气 直接就问道 谁也不让进是什么意思 九殿下和七殿下到了没有 皇后伸手往一出一指 你看 不是在那站着呢 凤与恒顺目望去 果然 玄天明跟玄天华 就站在大殿不远处 两人正低头商议着什么 许是感觉到 有人看向他们 二人齐齐扭头 与凤与恒的目光对了个正正 里头除了袁淑妃 还有谁 她问皇后 不是说父皇病了 如今症状如何 皇后有些无奈 症状如何 本宫也无从得知 除了袁淑妃以外 还有太医在 刚刚被抬回来的八皇子也在里头 凤与恒没再问 转头吩咐张远 快 你进去 你是父皇的进士工人 不让谁进 也不能不让你进的 张远点点头 匆匆往店门口走了去 皇后有些担心地看着张远 直到看见她顺利地进了店去 这才松了口气 而后道 如果连张远都不让进 那本宫也只好豁出去这张脸皮 去请云妃了 说话间 大殿里头传来了哭声 是袁淑妃和八皇子的 外头等着的人一颗心都揪了起来 皇后甚至松开凤与恒的手 几乎小跑着 就往店门口奔 皇上病了 儿子和妃子在里事后 在这种时候传来哭声 这意味着什么 不管是皇子也好 妃嫔也好 此时都聚集在店门前 努力想要亡理己 可守门的工人 却一个也不让进 皇后气得大声骂那些工人 本宫是皇后 皇上不管如何 也没有瞒着本宫的道理 把一国之母拒之门外 倒是让她书妃在里头侍候 这是什么道理 你们谁听说过有这样的道理 是啊 哪怕不让我们进去 也该让皇后娘娘伴在左右 说话的是丽妃 声音小小的 却满带着疑惑 皇上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里头的人在哭 有人听到丽妃说话了 不由得多了句嘴道 里头的人是你的姐姐 要不丽妃娘娘 您去试试吧 万一元淑妃让你进了呢 丽妃嘴笨 不太会与人伴嘴 但道理却还是能说明白的 她反驳道 关键下了禁令的人不是元淑妃 是皇上呀 这一句话倒是把对方给堵了回来 一时间谁也在说不出什么 可昭和殿里头的哭声却越来越大 几乎就是嚎啕 还听到八皇子一边哭一边大喊着 父皇 而臣知错了 父皇 皇后的心里更是忧虑 凤与恒甚至已经在想着 要不要利用空间进去一趟 他跟玄天歌说了一声 然后往玄天明那头一动 带到了镜前 还不等开口 玄天明就已经猜到他的想法 只摆了摆手道 先不用着急 一本王看 里头的娘俩八成 是在唱戏呢 玄天华也跟着道 劫后余生 还不得在父皇面前表明一下心计吗 正说着 殿里头终于有太医走了出来 一脸的疲惫 皇后冲口就问 说 里头到底怎么回事 那太医一愣 见识皇后 赶紧行礼 同时也道 回皇后娘娘 没什么事 是袁淑妃跟八殿下的情绪比较激动 特别是八殿下 抱着皇上不停地哭 太医一说这话 人们这才松了口气 大皇子玄天其又追问道 父皇的情况如何 那太医说 依微尘看 皇上的身体并无大碍 只是挤火攻心 休养几日即可痊愈 皇后听到这里 心里的火气就更盛了 就见她 站到殿门中间 冲着里头怒声道 皇上还没死呢 你们哭什么 把嘴给本宫闭上 否则不管淑妃还是皇子 均以诅咒皇上的罪名论处 她没有看到 在说诅咒皇上这四个字时 站在后头人堆里的丽妃 突然哆嗦了一下 不过也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淡淡地看着前头皇后在发威 心下去也是松了口气 还好皇上没事 如果在这种时候 皇帝突然出了事 他的分都没在京城 不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了 一想到这儿 他立即跟身边的左儿小声吩咐道 回去之后 提醒本宫给六殿下去一封信 让他立即回京 皇后的怒火发了之后 里头却并没有什么回应 倒是哭声小了 那太医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又回去 不多时 先前进去的张远又走了出来 面上神色复杂 让人看着担忧 皇上口欲 张远面无表情地 说了这么一句话出来 历时将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向了自己 他清了清嗓道 皇上口欲 城北一案 乃那在早朝之上 撞死的祝空山一人所为 八皇子无罪释放 御林军统领权 重新交回八皇子手中 彭州驻家全族抄斩 同时 城外三万东北军统领权 亦由八皇子接手 勒令六皇子大年回京 上交兵符 这口谕把所有人都给听猛了 连带着凤宇恒和玄天明 玄天华三人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为什么 天武帝突然而来的变化 让他们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该不是八皇子和袁淑妃 威胁了天武帝吧 凤宇恒的目光中 透露出这道讯息来 玄天华却道 应该不能 父皇身边那么多暗卫 他二人纵是想动手脚 也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应该是父皇自己的主意 凤宇恒没再说什么 只悄然转身 连黄泉都没带 自顾地往必进之处走了去 黄泉想要跟着 却被玄天明给拦了下来 直到 你们王妃有自己的事要办 你跟着本王就好 他心里清楚 凤宇恒这是 想要进去看看了 也好 这种时候能进到大殿去的人 也就只有凤宇恒一个 让他去看个清楚 他们这边心里也好有个数 这是发生的蹊跷 总得弄明白才行 昭和殿内的气氛 与外头截然不同 当凤宇恒站到一个角落里 看着龙踏前的三人时 突然就产生了一种极其温馨的感觉 天舞帝半靠在床踏上 袁淑妃坐在踏边 八皇子就在地上扮依着 天舞的一只手 在八皇子头上不停地轻浮 一脸的慈爱 袁淑妃止住了哭泣轻声说 握着孩子总是想着 能像皇上年轻时那样 驰骋沙场建功立业 总是希望能够学着皇上把事情都做好 可到底还年轻 总有些事情做得不尽人意 皇上能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那墨儿一定会好好改过 一定会好好跟皇上学着 该如何处事 如何治理国家 并不会再让皇上失望的 八皇子也道 母妃说得对 儿臣从前就是太急功近利了 这才做了很多措施 但是请父皇相信 儿臣的初衷是好的 儿臣本意是想要为父皇分忧 天武听得万分感慨 也跟着道 父皇都明白 都明白 你们的心意正心里都懂 朕也舍不得让我的墨儿去死 所以朕得把墨儿给救回来 好孩子 你的腿有没有事 听说那死牢里天寒地冻 这万一伤了腿可怎么办 你让父皇今后可怎么活啊 说着 天武也抹了一把眼泪 再往玄天墨的双腿看去 急着又道 快跟父皇说说 你的腿怎么样了 玄天墨赶紧安慰天武帝说 父皇放心 只是有些僵硬 养些时日应该就会好了 父皇 儿臣不担心自己 儿臣只担心您的身子 可千万不要 因为儿臣在伤到了您啊 儿臣不怕腿伤 大不了就坐轮椅好了 儿臣也不想争皇位 只想好好地守着父皇和母妃 能伴在您身边 事后您的晚年 就是儿臣最大的心愿 天武听得连连点头 不但把玄天墨揽了住 还拉了袁淑妃的手 感慨地道 这么些年 苦了你们了 淑妃给朕生了好儿子 朕却没能好好地疼爱 都是朕不好 莫儿放心 父皇一定把你的腿给医好 将来这个皇位 还要朕得莫儿来安稳地坐呢 说着还对袁淑妃道 爱妃苦等了朕这么多年 都是朕的错 从今往后 朕一定好好带你们母子 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们 淑妃 淑妃不好 咱们就等到大年 大年时 朕必封你为贵妃 并且许你协理六宫之权 爱妃说 可好 袁淑妃眼中有喜色散开 赶紧跪下谢恩 八皇子也跟着谢恩 然后这一家三口又抱在一起 又哭又笑 看到凤与恒阵阵发寒 这事情 不对劲啊 凤与恒完全可以肯定 天武帝的状态有问题 虽然看起来像是 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 可天武帝说出来的话 做出来的事 和表现出来的神态 都是不正常的 凤与恒自认为很了解天武帝 或者说 很了解从前的天武帝 那个老皇帝心里头 只有云飞一人 对这些儿子虽然也算好父亲 可总是免不了 要多偏向玄天明一些 但是眼下呢 不但许了袁淑妃贵妃之位 甚至连将来的皇位 要给八皇子来做这样的话 都说出来了 他虽看不出 有被人威胁的痕迹 但总归不是正常行为 只是这件事情太过蹊跷 为何天武帝的性情 竟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任他眼下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 又看了一会儿 凤与恒看不下去了 这一家三口 状态太自然太和谐 那些原本环绕在天武帝身边的太医们 一个个都退了出去 就好像这样的氛围 多一个人都是破坏一般 他往外退时 有听到先行退到外殿 后着的太医说 皇上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将来的地位定是八皇子的美炮 看来这朝廷的风向又要变了 是啊 八皇子这叫什么 置之死地而后生吗 这也生得太离谱了些 皇上变得也太快了 总觉得不太对劲 让人想不通啊 有什么可想不通的 有人说道 后宫不就是这样 今天你受宠 明天他受宠 哪个妃子不想办法在皇上这里下功夫 就看谁的功夫到位 就能得到皇上的宠爱 那云妃闹腾了二十多年 依我看 皇上也是忍不下去了 到老了 身边总归得有个性子好的 能哄着开心的贴心人吧 总不能苦等着 云妃一辈子 这元淑妃一得宠 她的儿子自然 就跟着水涨船高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 这人的话也有道理 因为自古以来皇宫里头就是这样的 人们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这个话题便到此结束 只安心地静候着里头的动静 生怕皇上的身子又出个什么好歹来 凤宇恒隐退出去 再回到玄天明二人身边时 眉心就紧紧地皱着 也不提里面的事 只是道 如果宫里头不需要咱们 就回吧 或者 她想了想说 咱们去趟月寒宫 去看看母妃 至于昭和殿里头的事 一会儿出了 宫我在与你们戏说 昭和殿前依然热闹 由皇后带着头 众妃嫔们联合起来 对里头的元淑妃进行了谴责 可惜 再谴责也没用 里头的人不出来 外面的人进不去 隔着一扇 什么狠话都泄了一分的气去 渐渐地 人们也没了心思 既然太医说皇上没有答案 那他们再在这里 闹可就没有立场了 人家皇子宠着元淑妃 是元淑妃的本事 他们这些人 撒泼 也不是这么的撒法 更有人心里多了一层想法 这二十多年云妃独霸后中 却连天武帝的面都不见 想来老皇帝到了晚年 应该是守不下去了吧 人到了这个年纪 总是希望身边能热闹一些 温馨一些 总想找找家庭温暖 也想证明 一下自己饱到未老 普通人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皇帝 这样也好 今日一个元淑妃 改写了宫中 持续了二十几年的格局 那来日 就有可能再轮到他们 他们也苦守了这么些年 是时候翻身了 妃嫔们心里高兴 想着元淑妃 总不会像云妃 那么脾气古怪 如果多跟元淑妃 套套近乎 没准还能分些语录给他们 这可是大好的事 于是渐渐的 人们的谴责声止住了 再过一会儿 就开始有人替元淑妃说话 甚至有人跟皇后说 皇后娘娘 你也理解理解皇上吧 到了这个年纪 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儿子 被斩首 那可是心头的肉啊 这一心疼儿子 自然就连带着心疼起儿子的生母 您没生过孩子不知道 母子连心 父子也是一样连着心的 皇后气得直哆嗦 她想说自己这所以生气 并不是因为父子感情 更不是因为 皇上突然之间亲近了元淑妃 对于她来说 哪个皇子都是一样的 左右也不是她生的 哪个妃子也都是一样的 左右大不过她这个皇后 可元淑妃不同 那个女人会威胁 八皇子也不同 那个皇子心眼太坏 更何况 今日之事大有蹊跷 她隐隐觉得 宫中要生变故 却又不知道 这变故是往哪个方向使劲儿的 人便跟着有些发慌 她无意里这些个目光短浅的女人 回了头就想去寻找凤与恒 这种时候 她觉得还是跟凤与恒说说话比较靠谱 对于眼前的局势 想来那个丫头 肯定会有自己独到的分析 可是现在哪里还能看到凤与恒的影子 那三人早就已经走在了去往月寒宫的路上 可惜 这路还没等走一半呢 就在一个路口 被一对御灵军给拦了住 九殿下 七殿下 激安郡主 请见谅 皇上有令 今月恭敬 除去昭和殿那边以外 任何人不得在宫中肆意走动 宫里的御灵军 曾落入八皇子玄天墨手中很长一段时间 以至于他早就已经把人悉数换过 玄天明虽说三日前重新接手 可短短三日 他根本还来不及对御灵军重新进行了解和调整 以至于现在的宫中依然还是玄天墨的人 此时他们被人拦住 突然就产生了一种寸步难行的感觉 这座皇宫 什么时候连他们几个都会有人相拦了呢 皇上什么时候下的令 玄天明冷声问道 那侍卫说 就在刚刚 差不多一柱镶前 几人皱了眉 那也就是说 张远出昭和电宣了口语之后 立即就另外有人往宫中下达命令了 动作这么快 玄天明心中不快 手下微动 习惯性的就想要举边抽人 却被玄天华给拦了一下 就听玄天华压低了声音说 宫中 自有宫中的安排 咱们暂且出宫 到我府上再说 凤与恒也是这个意思 两人一边一个拽着玄天明 就往宫门走 才一出宫门 却见望川提着药箱 焦急的站在门外 不停往里头张望 还时不时有守宫门的侍卫提醒他 走远一些 凤与恒皱眉上前 望川赶紧就到 王妃 说是宫进了 奴婢进不去 说着话 赶紧把手中的药箱递给他 没有耽误事吧 凤与恒摇摇头 没接那药箱 只跟着玄天华往他的宫车上走 身后黄泉告诉望川 药箱拿来也没用了 小姐根本就没能给皇上治成病 说完 又小声迅速地把宫里的事说了一遍 惊得望川张大了嘴巴 几人上了玄天华的公车 一路往淳王府去 直到到了淳王府 凤与恒这才把在昭和殿里头看到的事情 跟二人说了一遍 却是听得所有人都紧皱着眉 望川黄泉两个丫头 以及白泽与玄天华的近视 都互相对视了一眼 皆对宫中的变故感到奇怪 可作为下人 他们又不好说什么 只好静静地站着 等着主子们的分析 玄天明给出的答案是 依我看 老爷子八成是中邪了 玄天华却道 八成还是病了 只是这到底是什么病 还有待在考量 他说着看向凤与恒 意思很明显 要判断天武帝的病 他们不是专家 得凤与恒出手 可凤与恒却并不认为 事到如今 他还能光明正大的进攻 一时间拧着眉纠结在当场 得想办法把母妃接出来 玄天明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我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宫中突然之间发生这样的变化 不可能是没有来由 听恒恒说的 老爷子应该不是在演戏 他也没必要做这样的戏来给旁人看 保不齐就是被人控制了 只是对方控制手段高明 咱们现在还看不出路数 但母妃继续留在宫里 总觉得不安全 最好还是接出来 可眼下恭敬 凤与恒提醒玄天明 光明正大形势肯定不行 别说接出来 怕是进去进不去 这件事情 我来想办法吧 保证把母妃完好无损地带出宫 出来之后 还是送到我这边来 玄天华也没问他 用什么方法接云妃 只继续说着后续的安排 院子我会收拾好 左右这里 他也住惯了 只要安全 他爱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吧 至于父皇 弟妹最好也想想办法进宫看看 凤与恒点头 我来想办法 几人 又就这个事商议了一会儿 在淳王府用了膳 玄天明这才带着他家媳妇回府去 回府的路上 却看到盛王府门前甚是热闹 好多侍卫和工人都在张罗着什么 有一车一车的东西 往府里头运 那盛王府的管家 满面红光地站在门前 正大声地吆喝着 都小心一点 可都是些好东西 碰坏了赔不起的 哼 收入国库又如何 还不是得乖乖退回来 一句话 让他们明白 原来这一车一车运进府去的 正是前些日子抄家时 从盛王府里搜刮出来 冲入国库的那些个好东西 就连凤雨恒都不得不叹 动作真的是太快了 就好像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一样 就等着皇上下旨 他们马上就开始忙活 玄天明没说话 默默地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眼瞅着玉王府就在眼前 他这才又开口道 今天晚上 咱们一起进宫吧 不亲眼看看 总是不放心的 凤雨恒点头 好 今夜子时 我带你入宫 皇宫守卫森严 但那是对于别人来说 这世间 基本上还没有凤雨恒 想去而去不了的地方 有那一方作弊空间 他可以说是横行无阻 包括带着玄天明 这么一个大活人 那也不过就是要 多加一份小心 再也没别的难度 两人都是警惕心 特别高的那种人 尤其是玄天明 有内力在身 耳力十分好 夜市能力也极强 特别是他对皇宫 还更加熟悉 所以行走间 甚至是他来指挥 这凤雨恒的 二人到了月寒宫范围那时 寻了一个角落现身 玄天明很快 便给他指出了几个方位 随即小声道 那几处地方都有人 并不是月寒宫的女位 而是来自另外一个势力 眼下这宫里要说 还有别的势力 那就只能是八皇子 或者是袁淑妃的了 凤雨恒拧着眉 如此森严的防范 那八皇子 到底是要干什么 难不成还想控制着天武帝 要有一天时机成熟 直接谋权篡位吗 他不再多留 拉着玄天明又进了空间 然后才道 咱们进宫看看母妃要紧 我总觉得 多亏今晚来了 要是再等些十日 怕是月寒宫里 也不会安全 玄天明对此身以为然 跟着凤雨恒 又在空间里倒了几个来回 终于 二人站到云飞请宫的屏风后头 凤雨恒主动绕过屏风 想去叫云飞 却发现 这人并不在床榻上 匆匆回身 对着玄天明摇头 这时 就听门外有宫人的脚步声传了来 紧接着就是对话 有一个嬷嬷 问守门的宫女 娘娘还没安情吗 那宫女答 没见过来 那嬷嬷叹了一声 再道 听说打从下赏那会儿 就坐在观月台喝酒 这眼瞅着紫时 都过了还不回来 我真是 替娘娘的身子担忧 那宫女说 宫里出了这么档子事 娘娘心里肯定不痛快 别看娘娘以前不见皇上 现在虽说见了 可到了点 就把皇上往外赶 可是咱们跟了娘娘这么多年 还看不明白吗 娘娘心里是有皇上的 就是扭不过自己的心性罢了 奴婢本还以为 皇上对咱们娘娘是真心的 可如今看来 他顿了顿又接着道 说句大不敬的话 二十多年不见 皇上天天能想着 可这一旦见了 见久了 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 皇上到底是个男人 于上了沟 也就不畏尔了 行了 这话也就是在月寒宫里说说 出去了可千万不能乱讲 那嬷嬷教训宫女 到底是皇上 是天下之主 现在后宫又换了元淑妃得势 你要是还想要自己的脑袋 可得把这张嘴给管严了 保不起哪句话传到了外头 小命可就没了 嬷嬷说的是 那宫女的声音又起 奴婢也就是为咱们家娘娘抱不平 出去了就一个字不会乱讲的 屋里的二人听着这样的对话 心里也是不好受 虽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 天武帝会是那样的人 可不相信又如何 事情都做了 甚至还从天武帝的嘴里说出要把皇位传给八皇子的话 凤与恒有个疑问 一直憋在心里没敢说 这样的天武还是天武吗 我们去观月台 玄天明扯了他一把 一脸担忧地道 从下场就开始喝 也不知道现在醉成什么样子了 事实上 云飞酒量很好 再加上 他喝的也不是什么高度数的佳酿 不过是梅子酒而已 虽然喝的时间久了些 却也不至于鸣顶大罪 不过危罪还是有的 至少当玄天明和凤与恒站到他面前时 他愣愣地问了句 你俩是什么人 怎么进来的 云飞身边有女卫隐藏着 时刻保护他 后面一个问题 女卫们也很想问问 这酒殿下和酒王妃是怎么进来的 不过这些女卫 都是玄天明和玄天华亲手培养起来的 算是他二人的徒弟 那师父比徒弟厉害一些 也是很正常 所以 他们只当是自己经师 不到学艺不高 完全没有往别的方面去想 左右进来的是自己人 管他们怎么进来的吧 不碍事 凤与恒上前 依在云飞身边坐了下来 伸手将云飞还握在手里的酒杯给拿下 放到地上 这才说 母飞 是酒殿下跟阿恒呀 云飞在观月台喝酒 喜欢坐地上 这地上都盘了地龙 跟后世的地热差不多 很是暖和 听到凤与恒的话 云飞反应了老半天 直到凤与恒往他嘴里塞了一个什么东西 甜甜的 他寒了一会儿 这才稍微清醒 将二人认出 却还是不解地问 大半夜的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玄天明翻了个白眼 当然是偷着进来的 如今宫中到处都是老八的人 就是这粤寒宫外 也布置了不下十名暗卫 除此之外 还有大队的御灵军 不停地走来走去 戒备倒是森严 哼 云飞又吸吮了一下嘴里的东西 本来想救八皇子的事 发表些看法 却被嘴里那甜甜的东西给吸引了去 他问凤与恒 你给本宫吃的什么 凤与恒说母妃安心 不过就是解酒的糖果而已 听工人说 母妃从下上就一直在观月台喝酒 眼下都过了紫时 可不能再喝了 得为身体着想 云飞点点头 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却是主动提起了今日宫中之事 他对二人道 我跟你们说 这宫里邪性 就这三天 邪性的厉害 母妃这话从何说起 凤与恒问云飞 可是看出了什么苗头 云飞想了想再道 老头子今儿没来 但昨儿可来了 精神头儿不大好 本来好好地在吃饭 吃着吃着 突然就说头疼 抱着头 在地上打了两三个滚 吓得我去请太医 可等太医来了之后 他却又好了 跟正常人似的 最奇怪的是 他完全不承认 自己刚刚头疼到满地打滚 还说是本宫在逗他完 谁有闲心拿这个逗他 你们说 这是不是邪性 突然头疼 然后还不承认 凤与恒的眉心皱了起来 怕也不是不承认 是他自己根本就忘了吧 又或者说是不知道 他摇摇头又道 这也是我忘猜 如今没有机会给父皇瞧病 说什么都是猜测 你别在宫里住了 玄天明开了口跟云飞说 七哥府里已经都收拾好 我跟恒恒今晚 就是来接你出宫 你到七哥那住一阵子 我们也放心 为什么 云飞挑眉 当然我想走 谁都不放我走 如今却让我出宫了 他有些不服气 觉得自己如果现在走 那就是怕了袁淑飞 笑话 他云翩翩在这宫中怕过谁 不过再一想 如果不走呢 会被人说失宠 以他对这座皇宫的了解 就算他以前也根本不踏出月寒宫门 但以前是以前 换了现在 就会被人说成是没脸出来 因为月寒宫已经跟冷宫差不多了 又或者说 他不敢被人说 要跟袁淑飞去斗吗 那就更没品了 为了那个女人一大堆的老头子 跟人去斗 可不是他云翩翩能干得出来的事 于是他话风一转冷笑一声 老头子有了欢喜的女人 便也不待见在盯着 这座月寒宫了 所以 不管本宫在不在宫里 如今对他来说 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好 那本宫就走 反正这座皇宫也足够了 云飞经过了一系列思想斗争之后 终于点头应下 跟二人出宫 可不能就这么清醒地带他走 凤语恒说 宫中守卫森严 我们还要做些准备 阿恒先送母妃回卧寝 去休息一下行星酒 待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立即就带您出宫 好吗 云飞点头 又嘱咐道 那你们可得快点 这破地方 本宫是一会儿都待不下去了 母妃放心 他笑着应下 然后跟玄天明一人 一边搀扶着云飞往卧寝去 月寒宫里全部都是 玄天明玄天华部下的人 绝对可靠 对于大半夜的九皇子和王妃 突然进宫来 人们虽说有惊讶 却谁也不觉得奇怪 特别是在听说 他们要将云飞带出宫去的消息 就更是人人赞成 眼下这种局势 云飞还是出去散散心的好 左右也就是去纯王府住着 并不算出阁 说是让母妃到卧寝 去醒酒 玄天明却直接用一剂迷药 让云飞又睡了过去 凤雨恒盯着他手中残留的药粉 抽了抽嘴角 知道这是古代人惯用的东西 这让他想到 后世那种拍花子的坏人 伸手一拍 就能把小孩子 给拍得主动跟他们走 想来应该是同一种功效的东西 云飞一晕过去 他立即将人收入空间的休息室 玄天明在外头吩咐了女卫们 要守好秘密 谁也不许把云飞离宫之事泄露出去 这才又带着凤雨恒匆匆离开 女卫们都想不明白 走的时候明明是两个人 可是云飞为什么也不见了 一个个只能感叹 九皇子武艺高强 手段隐秘 然后对这座已经没有了主子的月寒宫 更加谨慎地防守起来 而离了月寒宫的二人 却并没有直接出宫 而是又掉了头 往昭和殿那头奔了去 玄天明是想亲眼看一眼天舞 这个时辰 老头子应该还没睡 他想看看老头子的精神状态 而凤雨恒则是想 趁着晚上没人 他偷偷地给天舞爸爸卖 至少得对天舞的身体 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 一切才更好下定论 二人忽隐忽现地行走在皇宫里 躲过了全部眼线 一直过了昭和殿前的广场 来到了昭和殿门口 一眼就看到 张远正已在门口的柱子边打着瞌睡 玄天明一皱眉小声道 以往张远都是在父皇身边侍候的 不管老头子接见什么人 除非这小太监 另外有事去忙活 否则都不会背着他 他一定会在身边 就算是老头子睡觉了 张远也定然是打了铺盖 睡在他的龙榻底下 绝无可能大半夜地在殿下打盹 一边说 一边往殿里看了去 里头黑乎乎的 没有长竹 隐约地听到有女子的声音传来 十分娇媚 皇上 您还是饱刀未老啊 臣妾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又等到今日了 毫无疑问 这是有人在侍寝了 天舞帝为云飞守节操这么多年 终于在这一夜给打破了 其实对于侍寝这个事 凤雨恒并不觉得奇怪 反倒是天舞二十多年来 不招妃嫔事情 他才觉得不对劲 想当初天舞人在中年 虽说不及二十多岁的血气方刚 可那也是男人最佳的年纪 就这么一直空守着自己过 没把他给憋死都算命大 他无意去猜测 天舞那些年是怎么过的 只是在想 年轻的时候都挺过来了 怎么到了这个岁数 却偏偏又减了起来 而且减谁不好 非得是袁淑妃 没错 昭和店里头的人正是袁淑妃 那声音他分辨得出来 天舞该是十分的卖力气 这才导致袁淑妃说了那样的话 还时不时地传出些情不自禁的声音来 按说古时妃平事情是有很大规矩的 其中有一条就规定了 妃子不可以发出这样淫谜的声音来 那是对皇帝不尊 是他个人作风有问题 可此时的袁淑妃 却完全不管不顾那些事 他甚至巴不得整个后宫 甚至整座京城 整个大顺天下都知道 他重新又被天舞帝给宠信了 他的儿子也从法场上就回来了 从今往后 这后宫就是他的天下 再也没云飞什么事 大殿里头的动静一声接着一声 浅眠的张远皱了皱眉 很是不耐烦的捂住耳朵 眼睛却没睁开 却也能让人看得出他的一脸厌烦 凤宇恒没再多等 拉着玄天明引入空间 在外都听没意思 咱们进里面看看 说着话又是一线身 二人已在昭和大殿中有非评事情 暗卫们自然是躲得远远的 总不好连这种事都要看着 他二人站在一扇屏风后 虽说也看不清楚里头的场面 可声音毕竟更清晰了许多 有天舞粗重的喘息 肢体相撞时的啪啪声 袁淑妃放肆的叫声更是声声入耳 老皇帝这是病了 玄天明气的 就想冲进去把两个人一起给砍了 凤宇恒却冲着他摇头 示意他稍安勿躁 终于里头的动静停了下来 天舞大口地喘着粗气 疲惫地说 朕到底是老了 爱妃却还是这般年轻 可惜从前在宫中虚度了那么些大好年华 都是朕有亏于你 皇上说的哪里话 袁淑妃的声音千回百转 听得让人骨头都跟着苏麻 您还不到六十 怎么就老了 臣妾自打进了宫 那就是皇上的女人 不论皇上如何带臣妾 那都是臣妾的命 臣妾最庆幸的 就是在自己年轻的时候 为皇上生下了一个儿子 只要一想到我们的末 多大的委屈也都能够承受了 朕的末是朕最疼爱的孩子 天舞的声音红亮了些 像是在表明星际 爱妃放心 只要有朕在 谁也不能再欺负末 哪怕有一天朕不在了 这片江山也定然会交到末手里 绝对不会亏待你们母子 臣妾多谢皇上 袁淑妃话语中有些激动 而后又是一阵娇媚 往天舞帝的身上靠了去 两人歇了一阵子 竟又蠢蠢欲动起来 凤雨恒看不下去了 拉着玄天明退了出来 引到空间后他才说 这种情况下 我也没法给父皇者卖了 不过 听着父皇说话声音洪亮 想来也是没什么大碍 哼 玄天明一声冷哼 他能有什么病 最初还以为他是有什么计划 故意这般行事 如今看来 却是真心实意的对那娘俩好呢 凤雨恒无奈的说 都是他的女人 都是他的儿子 他要真的对那娘俩好 咱们也说不出什么不是 毕竟这么些年 的确是我们的母妃太冷落了父皇 再怎么样 他是男人 可我还是觉得这里面是不对劲的 一个人要改变 也不是这样 突然就能改变得了 其中一定是有一些因素 刺激到了他 这才导致性情大变 而这个因素 我认为绝对不是要斩杀八皇子 这里头另有隐情 得好好查查 玄天明点头 是该好好查查 这座皇宫太不干净了 他面上陷了疲惫 无意识地挥了挥手 又道 我是真的对皇位无感 但也绝不想老头子 以这种方式 就给了老八 那老八或许是个治理天下的料 但绝对不是爱民如子的好君王 我不能看眼睁睁地看着大顺 落到这种人的手里 可是如今 没什么如不如今的 凤与恒说 皇上只不过在床地间 许了袁淑妃一人那样的承诺 只要一天没礼遗嘱 没留圣旨 这事就做不得数 是啊 玄天明面上好一阵忧思 再想了一会儿道 我们出去 绕到后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